那为了更好的去服务用户呢 重庆又开了一家蔚来空间 那这一家空间呢 它是重庆首家自营的服务中心 我们去店里面打探一下吧 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店面是 蔚来服务与交付中心 重庆回新的开业现场 这里呢它是可以 及用户club车辆展示 新车交付保养售后 车辆美容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店面 那这家店面呢 它也是全国第69家的一个服务中心 和第49家的一个交付中心 大家可以看到 它整个的一个店面的一个展厅 是非常的大的 然后空间是非常舒适的 它可以展示到 蔚来目前全系的车型 不对 还有一台蔚来的ET5 现在还没有到店 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了的话 这一台车 预计会在9月份的时候 到重庆这个店面来 然后给大家去体验 以及说感受 那目前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的是蔚来的ES7 那ES7这台车型呢 它也是已经到店了 而且也提供到了试驾车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不妨到这个店面来 真实的体验一下 那我们也去看一看这台新车吧 那在我身旁的ES7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已经采用到了全新的一个家族化的设计 包括说这里的一个封闭式格杉 然后还有包括亮王塔的一个造型 那跟我身旁的ET7其实是五出一辙的 那跟那个旁边的ES8呢 那就不一样了 相对来说的话 ES7它看起来更像一台电车 不对 它本来就是一台电车 只是说它的造型呢 看起来更加的简洁化了 那我们再去里面看一下吧 那现在呢 我们是做到了ES7的车内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布局呀 包括说用料啊 也跟之前我们试驾的ET7 其实是类似的 不过说呢 据说它是在有一些细节方面呢 是做的更好一些 那这个是蔚来想要打造的一个第二起局室 所以不管说是在用料 还是说整个的一个色调啊 布局方面 我觉得都非常的高级 蔚来服务与交付中心 重庆回新店的开业呢 那重庆地区目前已经有了 7家蔚来空间 两座蔚来中心 以及说三家的一个服务中心 那截至8月份的话 蔚来在重庆也已经建成了21座的一个换电站 包括说8座成绩站 以及说13座区站 那我们呢也是了解到了蔚来的话 接下来还会去开拓新的一个交付中心 以及说在换电方面呢 还会提供两座换电站 在年底之前呢 再提升30座的一个充电站 那么按照现在的一个布局规划的话 那么重庆地区的用户就真的有福了 它整个的一个覆盖面积会越来越广 而且它的服务肯定也会越来越好 那今天呢我们还在现场了解到了 蔚来还提供了一个代价的服务 说真的 要说服务的话 你真的可以相信蔚来 那么今天我们的打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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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